现在呢法庭有最新的进度了 那就是有记龙辉今天出庭哦 那么都不讲一句话 而是以声明稿的方式道歉 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释出善意 好了就在刚刚哦 这个两点半钟以前的时候呢 有记龙辉和他律师已经抵达了台北地方法院 那么有记龙辉出来的时候呢 是一身黑衣哦 不过呢感觉上是非常的这个凝重的神情 那么来到法院的时候呢 非常快步的没有任何停留 直接走进了法院 不过呢透过他的朋友葛树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份声明哦 那么这是这么久以来 他再度提供的这份最新声明 他说呢这一个月来呢 是他人生中最愧疚与最孤独的时刻 原本是来台湾观光看朋友的 没有想到呢一时的冲动 是造成了林先生和家属的伤痛 他表示说当时并不想要重伤林先生 又妨碍他打电话 他知道他错了 那么愿意接受法律公平的处罚 只是他要再一度的表达 没有要重伤害林姓司机的意图 以及道歉赔偿的诚意 他表示说哦 游记呢他觉得今天很羞愧了来走进法庭 他相信这会是一场公平的审判 也将自己交给他所尊敬的台湾司法 那么最后呢是签上今天的日期3月1号 以及他自己本人的签名 那么事实上呢相较于哦 游记龙辉他的低调 没有多做任何的停留与说明哦 不过呢就在刚才开庭的时候呢 其实啊这个马凯尔的律师徐灵珠呢 也提供了一份啊他的最新声明 这当中呢表示说 包含了司机啊 他本人的医疗费用 以及他的营养补给品 还有看护费用 甚至呢是因为休养而没有办法工作的 这6个月的损失 他都已经哦 做了初步的规划呢 规算出来大约是100多万元 那么不过呢 他表示说还要包含他受伤的一些赔偿费用的话 他以台北地方法院哦以及哦这个士林地方法院 相关的这个呃这个呃内容呢 来作为依据他表示说 提出了200万元的这个支票 只要呢林姓司机拿了接受了这张支票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兑现 我们来听看律师徐灵珠的说法 我们今天呢准备了200万元的一个 这一个银行的一个当发票人的支票 那这个支票呢 他是由兆丰国际银行作为发票人的这个支票 总共是台币200万元 但是各位不要把它曲解成说 我们只愿意赔偿200万元 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拿200万元出来 来初步来给这个司机作为调养 作为安家 作为修养 那减少工作收入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补偿 其实这一笔费用是我们在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把Makio的妈妈本来预计 要到中国大陆去就医的一个医疗的经费 我们先把这个医疗经费拿出来 我们拿出来来赔偿给林姓的司机大哥 那我也希望说他能够安心的去静养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呢 Makio的律师可以说是在开庭前先发制人 首先提出了这样的声明呢 把整个赔偿的这个依据通通都列得清清楚楚 就是希望能够展现他们所谓的和解诚意 并且在开庭之前就先向这个媒体来发表 他们这样的一个东西似乎有先发制人的意味 以上呢是目前最新情形 稍后最新消息随时为您长播报道